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更重要的功课了 所以这个礼拜也好 上个礼拜也好 魏杨老师其实一直把重点放在跟各位讨论的是 指数先放两边 怎么样把个股摆中间 选对股才是王道 那怎么选股呢 我们说量大就是主流 创高就是强势 这两句话大家有没有把它牢牢的记住呢 所以其实今天的盘面当中 我简单来说 如果你报的是跟华为有关的电子股 现在可能心里面七伤八下 要么就是直接大跌了 要么就是不上不下的看起来 好像也涨不太动 很紧张会不会被打下去 但如果你报的股票是防疫受贿股 口罩 耳温枪 疫苗 检测 那你会觉得今天的大盘 好像是涨了200点一样 魏杨老师讲这一段话 绝对不是炫耀或者是骄傲 我反而要向所有呢 辛辛苦苦的帮我们一起研究选股的团队 以及所有信任我们的投资朋友 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因为今天大盘是重挫的 老实说手上的股票 今天如果下跌 其实很正常 现在的盘势并不强 年线这个附近 指数相当的折腾 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 可是呢 我们不要怕指数的波动整理 我们更不接受被指数击败 我们要靠选股走出一片天 那今天恒大又继续单纲 盘面第一标股的横角色 那恒大已经从我们进场之后 拉出了七根的涨停板 而且最夸张的是这个礼拜 就这五天 它每天都涨停板 天天都涨停 那我说过 恒大在这里我们去讨论 去回顾说 它从几块钱开始起涨的 过去的低点或底部在哪里 已经没有意义了 真正你所需要了解的是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去做买进 而很多人却是在这里选择放空 同样注意到这两个股 同样的看到它前面 从十几块钱涨上来到一百块钱 可是这几根黑K棒的修正 那么看完之后市场上出现了两种看法 跟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 我们是做多 可是有人做空 那这个就是结果 这个就是答案 这个就是财富之间重分配的差距 做空的人现在每一天都很伤心 因为你每天都要被追缴 那还要被断头 就算想要再去做摊平 都没有卷 借卷费都飙高了 可是做多的人 你每天真的很轻松 你只要跟着卫阳老师 去学习了解恒大的未来基本面 其实股价就是给你最好的回报 因为它是连续涨停的 基本上恒大这一波上来 也没有什么太激烈的震荡洗盘了 那么这个礼拜 周三它刚放出来一天 结束20分钟的分盘 结果当天涨停板 又被主管机关再判刑一次 从周四开始又要关紧币 10个交易日 现在它反而因为 这样子的动不动关紧币 让筹码更安定 那回到基本面上面来看 恒大为什么能够这么强 我们不是要盲目地跟各位说 你看到标股就是去追 就是去抢 而是要了解一档股票 真正的未来 我们把口罩打开来看 每一个人都有口罩 你很清楚 口罩有外面的这一层防泼水 中间的这一层最重要 它就是能够有效帮我们 去抵抗病毒跟细菌 就是靠中间这一层 那里面那一层贴近你的皮肤的 你的脸部的 这一层是吸水清敷 那这三层都是口罩所需要的 不织布 那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一层 最贵的也是中间这一层 现在最缺的价格调涨飙高的 也是在中间这一层 就是龙喷不织布 那我进一步把它整理出来 各位从这个表格里面 希望给各位也带来一些产业上面的知识 那做外面最外面这一层 防泼水的有恒大 那非上市三位公司 我就姑且不提 另外中间刚才讲到最重要 也最缺最贵的龙喷不织布 有闽城 新贵的公司 恒大 还有康纳香 那最里面这一层是南六 康纳香 所以你要了解 当盘面当中 大家在说所谓的口罩概念股的时候 同样是做不织布 其实你提供是哪一层 这是一个最大的重要差别 其次当然也要比产能 那我们以恒大的一个 目前的产能 跟现在的报价 相对来做一个简单的预估 那恒大在仿年不织布 现在日产是60吨 它的口罩机有12台 它也本身做口罩 另外刚刚讲到中间这一层的 龙喷不织布 它一天的产量是3.5吨 那我们来看 如果以这个仿年不织布 日产量60吨 现在的报价 每公斤是台币200 那扣掉它的成本 每公斤大概是65元 那么可以算得出来 在税前单月来自于 仿年不织布的贡献 这约略是2亿 那再来我们看到 龙喷不织布 现在一天的产能是3.5吨 报价之前提到 三月是150 现在五月份已经跳高到 每公斤是300元 那成本135 所以扣掉生产成本之后 单月龙喷不织布 以现在的报价 大概可以贡献1444万元 那另外口罩的部分 12台口罩 一天可以生产10万片 每一片的精力抓1块钱 大概可以贡献3000万 把这三个部分 不同的产品线加起来 就是恒大的总获利 也就是仿年不织布 加龙喷不织布 加上口罩 那么我们知道 目前单月恒大的获利 扣掉20%的税率 抓25天的工作天 大概是1亿9800万 1亿9800万 那除以它的股本 8500万股 8500万股 那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单月EPS约略是在2块3毛2 如果照这样子的产能 跟这样子的报价 乘以12就是一年的获利 那我们估钱 先不去推估一年的获利 以现在单月来说 占上EPS 2块3毛钱 是肯定有机会的 而且老实说 这是最保守的预估了 我并不是要特别去 给各位画一个美梦 膨胀或鼓吹 只是我们一切 让数字来印证 跟数字来说话 大家想想 以上刚刚所讲的 是5月份 国内的征收价 国内的价格 那接下来 经济部 汇同 卫福部 已经很明确把政策方向 讨论出来 告诉了大家 宣告出来 就是在6月底之前 要开放出口 而且开放出口的比例 可能会比市场原本预估 还要来更高 因为出口不仅是 站在人道救援的帮助考量 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 这个赚出口外汇收入的考量 同时也是回馈这些 当初挺身而出 帮忙国家防疫的 口罩国家队 所以国外的价格 龙喷不支部 我们以这个 如果到欧美去来讲 它大概是国内的5倍 如果是中国大陆 甚至是国内的10倍 所以这个出口比例 一旦是往10% 20%以上去走的话 这个获利更可怕 所以刚刚所讲的 单月EPS2.32 是按照现在国内的产能 跟国内的价格 完全还没有考虑到外销 或者是持续的涨价 所以各位 恒大在4月份的单月EPS 已经来到了1.6元了 5月份目前还不得而知 没有正式公告 可是合理来推估 应该已经是2块钱以上起跳了 接下来到下半年之后 我想单月占上3块钱 这个绝对都是 非常非常有机会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赶在恒大 明明已经从过去的 10几块20几块了不起 30块的这种 所谓的一个低股价 都已经飙到了90几块了 我们还敢进场 那么这一波在90元附近 带家族朋友买进 到现在180元 这几乎都已经要赚一倍了 我不要抓最低的成本 其实家族朋友买了90块 我们也平均 我们大概在98块 这个附近买进的话 你看都已经赚到8成了 这个是需要下功夫的 魏昂老师很喜欢 找出这样子的极上股 能够不断的上 不断的上 不断的上 因为他们的未来是很好的 而且是非常明确的 好 那把恒大跟各位进一步 说明之后 也希望大家呢 静下心来去看盘面 这个盘现在呢 对于电子股来说 的确比较不利 因为贸易战重新开打 而且越打越烈 美国要制裁华为 要进一步的希望呢 掐住华为 可是呢 中国也不是吃素的 并非省油的灯 中国呢 也会压这个 对于美国施以报复手段 所以未来这个科技 到底会怎么演变 说实在的 大家各有一些评估跟推断 但是呢 我可以跟你保证 这个世界上 目前为止 没有人说得准 因为贸易战 科技战的本身 它最大背后的原因 是架构在政治之上 政治的事情 太难理解 太复杂 也太容易变化了 所以说 科技股现在变得 大家没有把握 接下来到底华为 是要追集单 下集单到台湾了 还是要砍订单 去库存 不知道 所以电子股的本益比 一定会被压缩 因为大家 不敢去预估 可能下半年以后的 营收获利 那市场的钱 又这么多 资金要找出口 那眼前 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个股 它的族群性够完整 它的获利能见度是高的 而且成长性又非常的强 强过于其他的族群 答案就很清楚了 所以为什么我这两个礼拜 花了这么这么多的时间 一直在跟各位聊 防疫的相关受惠公司 那么一再地强调 量大就是主流 创高就是强势 所以投资报主流 获利一定有 接着我们来看 还没有聊到的几档防疫概念股 不然蚊腔的部分 热印今天再飙新高 盘中还是有些震荡 如果你怕震荡大 你可以调节节买一部分 但千万不要去做放空 短短的时间 在它观景币的尾声 我们切入买进 到现在放出来 本周五飙到148 很快的时间 又赚了37% 100万就有37万 那热印 你可以看到 第一季的营收3.66元 其中3月就已经高达2.2亿元了 绝大部分的获利 从3月开始飙上来 4月更猛 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当然 4 5月份的单月的EPS 或整个第二季 财报上面绝对会非常强 再来往下看 8403盛宏 今天网上喷出 掌停打开洗盘 杀短多再悠空 这个模式也提到非常多次了 最后攻上50.6 掌停板股票再飙新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 8403盛宏 其实就是小资族 投资口罩股的最佳选择 因为从刚刚 我所带给各位看的资料 再让你们瞄一眼 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口罩股 你不要以为说 反正都是口罩概念股 那不然康纳香 还是其他公司 这个我没有带家族朋友买的 我就不去多做评数 我只能告诉你 同样是不支部 有真正的重点 那其实 敏城是国内的 熔喷不支部的最大厂 可是他股价非常高 而且在新贵市场 那恒大现在也涨到 都快要200元了 所以小资族最适合的标例是什么 是盛宏 你买盛宏等于买进了 60%的敏城的概念 因为他持有敏城 64%的股权 那各位看一下 今天敏城 来到300多块钱了 是不是顺利突破前波高点 再标历史新高 所以盛宏当然也会跟进 今天股票还是强势的 供上涨停 所以这边防疫概念股 整个族群 一档接一档喷出 那至于说电子股 接下来该怎么看 手中有电子股怎么办 那如果有一些电子股 这边跌下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逢低布局减便宜的机会 这些相关的疑惑 待会为辉长老师 一并来做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这个目前的盘面 除了防疫相关族群之外 当然电子股 是大家最关心的焦点 毕竟多数的投资朋友 其实一路以来 通常都是以电子股当成配置的重点 电子股真的不能买吗 电子股真的会五穷又绝吗 其实那倒不一定 我说了 目前这个华为的相关事件 贸易战 科技战 当然眼前它是利空 可是很多公司 自己的竞争力是够强的 所以经过了两年多的贸易战 厂商自由应变之道 就科技股的波段的角度来看 我并不看坏 相反的我认为 当科技股这一波 因为利空消息压回来之后 我是密切地在留意 有没有可以大减便宜的 黑马潜利股 只是什么时候要出手 差别在这里 你说今天就去买 昨天就去买 这个礼拜就去买 很显然的 就电子整个表现来看 是没有什么表现 没有什么获利空间的 同样一笔钱 当然要讲求效率 如果你有100万 你现在去买台积电 你现在去买IC设计 你现在去买记忆体 没有赚到钱 可是这100万 你跟着来买呢 很大 这个礼拜 天天都涨停 这一波 我们90几块进去买 买了起账点 一下子涨80几% 快要一倍 100万可以让你赚回80几万 哪怕你去买热印 跟进来 马上呢 一周的时间 你也100万赚37万 你去买盛宏 100万也赚了20几万 这个就是选股 选主流的一个概念 电子股当然会风云再起 只是什么时候要出手买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电子股的好买点 如果你不知道 电子股压下来要先买谁 将来会涨最多 或者你不知道 手中已经有电子股 现在跌下来了 该停损还是呢 之后再找一个低点 去做加码 这些重要问题 你可以来跟卫兰老师 互动 讨论 阿威投资会客室 就是为你们 所设想 所开放的一个交流平台 很简单 你怎么样可以跟我交流 讨论你的持股 第一个 你当然直接来电 我们都在公司等你 这是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方法 特别是年纪大的投资朋友 你直接打电话 电话你一定会 拿起来就拨到公司就可以了 第二个 你可以填写表单 表单在哪里呢 在卫兰老师的 LINE的官方账号 还有我的Telegram的频道 所以还没加入的 你一定要加入 那加入之后 你才有呢 也有第三个管道 私讯 一对一 写下呢 你个人的一些 投资跟持股的问题 我们会跟你做一个讨论 好 那电子股呢 近期我们 其实也没有完全的 偏废掉嘛 我说了 防疫股是主流 这是主食 可是一道完美的佳肴 一道丰盛的 餐点 其实你要 色香味俱全 你还要搭配什么 开胃菜 点心等等 电子股 我们没有偏费 好 那我们所选的逻辑 其实出发点一样 同样呢 要找到呢 会一直上 一直上 非常优质的 急上股 就要找到呢 业绩能见度高 成长爆发力强 而且又有特殊筹码进驻的股票 哪怕它是电子股 一样 照涨不悟 最明显的 今天龙群出关了 来 全国投资朋友 上个礼拜 魏杨老师 有没有跟各位提到 这个星期 周三 谁出关 恒大 周四 谁出关 热印 周五 谁出关 龙群 那么 恒大 热印 前面都冲上去了 昨天 礼拜四 分盘 处置 最后一天 龙群就拉到涨停了 今天呢 再冲到涨停 所以 这个有没有受到贸易战影响 没有 因为其实贸易战打不到它 它是接国内中华电信的标案为主 跟贸易战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国内的5G的建设 那 今天放出来 我们呢 先出清一趟 所以后续怎么操作 大家就各凭本事了 如果你能够赚更多 当然我也祝福你 那 我们呢 今天先获利出清一趟 毕竟这一波 家族朋友最低有买在22的 26加码 28再买 一路喷上来 今天涨停板到41块7了 这个涨幅 真的不输给防疫概念股 标了快要九成 100万也要让你赚到80几万 90万了 那 627同心电 虽然他要跟胜利合并 会有套利的压力 但就算如此 你看 投信 多捧场啊 这一路买 买得很漂亮 投信每一天都在买 各位你看清楚了吗 每一天都在买 没有停下来 今天股价呢 144.5再创新高 他在之前这个箱形区间的时候呢 流上影线有没有 我们做了两趟 来回的操作 现在喷出上来了 现在不是电子股不好吗 可是你看 选到对的趋势 订单能见度高 业绩爆发成长力强 筹码进驻 同心电也是创高 下半年起 他的产能要增加一倍 一倍的产能增加 代表公司的业绩 会非常好 那6538昌和 礼拜四 创新高293元 即将再来挑战历史高点 今天稍微休息整理一下 换手 再工 没有问题 那最后呢 用一点时间 跟各位揭晓 资本支出 倍增的千里码 就是半导体的耗财股 6532瑞云 我想很多人早就猜到了 我也不意外 因为分盘处置 这当然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再加上财务报表 如果你有认真听我讲 有学会去翻一下 就知道谁资本支出 大量的增加 瑞云呢 昨天涨停 今天创新高 那股价大多头趋势 还没走完 甚至是另一波 飙涨的开始 第一季 营收 创历史新高 税后净利 飙涨 62% 四月营收 年增率 更高达85% 再创历史新高 这业绩 已经非常好了 从前四个月的营收 获利表现来看 真的很棒 那更猛的是 第一季 在财报上面 资本支出增加300倍的幅度 你看看 后面大客户是谁 台积电 加登过去是怎么涨上来的 因为台积电的订单 大量的加持在 在加登的业绩上 而接下来瑞云 是不是也开始走出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你有没有闻到标股的味道 当然好的标股 随时都在 威阳老师的口袋里 如果你下个礼拜 想要跟我们一起操作 利用这个周末 立刻跟上我们的脚步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 按赞 转分享 祝大家操作损心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慎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 trov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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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シٹ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的投赛 朋好看 感谢观看